同学们大家好 很多同学来读博的时候 或者来读博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身份的焦虑 因为身在义国大乡 然后对身份的事情不是很了解 然后都担心自己又找不到工作 或者无法留下来 所以今天呢 其实上个视频我们介绍了EB1之后呢 今天我们视频介绍了一下什么是EB2 这个EB2呢 它的申请就是范儿没有EB1那么高 对很多学生来说 可能你们应该在刚读博开始 或者读完MAS之后呢 应该去谋划一下 自己是否要生这个事情 去思考一下 如果这样早一点思考这个事情 早一点生这个东西呢 可能以后会让你的人生更顺利 让你可以开始讲 首先本视频不提供我任何法律的依据 进行科普 具体的情况 请大家咨询一些专业的律师 我们继续来介绍EB2 首先你可以发现 就是EB2它有不同的类型 然后每个类型 它的这个描述和evidence都是不一样的 就简单来说 EB2A是对于高等学位 EB2B是一些特殊的才能 然后这里还有个叫NIW的东西 它们是EB2的不同分类 EB2A呢 申请通常分为两种学历 一种是你拥有学生学历 然后学之后有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历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你有硕士或者以上学历 当然你PhD也是可以的 EB2B你只需要满足 一些指定标准中的三条 或者说以上 那W呢 它的那这个标准就更加严格一些 它同时需要满足2A和2B的条件 它在此基础上 还需要满足三个附加条件 OK 请注意 好 本视频不提供任何法律预计科普 具体情况 请大家咨询专业的律师 你可以看到EB2B 它的指定标准有以下大概七条 然后你需要满足三条以上 你就可以尝试申请了 对于NiW来说 我们之前提到 它毕竟需要满足学历要求 和EB2B的条件 它还需要满足这三个 具体的附加条件 但是它说的比较笼统 首先申请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 必须同时具有实时性的驾招 并在美国全国范围内 带来重大的利益 申请人必须有贡献和成就 在处于企业领域发展的有利位置 申请人也必须有证明 我先说一下最近几年 我知道的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学生 NiW的大部分人都是 已经有了Mustle学位 然后已经做了两三年课研了 然后可能有十来篇 或者二十年读文 然后citation可能有两百 然后找了两个申请人 或者有找四个 有找零个的 反正都有 然后去申请人 这是我知道的case 等到你们申请的时候 可能这会变得容易 也可能变得简单 所以具体情况一定要去分析 就是找专业的律师 就是去咨询 这个专业的事情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干 我知道也有人自己DIY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反正咨询下律师 就是并不亏吧 而且很多 如果你已经在公司上班了 其实很多公司 帮你办这个东西 会帮你报销这个钱 而且这个东西 确实没有多少钱 就是相比你早点拿到绿卡之后呢 你可以早点开始开展你的副业 你能挣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钱呢 我觉得还是值得花的 你接着说吧 等着同样 这页也不提供任何法理依据 具体情况 请大家咨询专业的律师 可以看到就不同劳工证 和后面的流程也就必要 但是这里就是NiW 它有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你像这个2A和2B 它还是需要固执担保 NiW你是完全申请人 自己申请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找律师 但是律师在这个过程中 也就是帮助你 他也不需要任何的固执担保 然后总结就是 首先第一种工作职位 就要求master学位 或者说你学士学位 然后学士后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这种就是 预备对应的2A和2B 然后第二种就是 满足2A和2B条件上 也要满足 加的三个条件 你就可以申请NiW 他们都是EB2中 不同的分类 NiW不需要固执担保 EB2A和EB2B都需要 希望这个视频呢 让你们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那些 刚开始做过的同学的焦虑 以后会在身份产生的焦虑 希望你们也好好 规划自己的人生 好好规划自己的学业 让自己的人生呢 好好摆脱这些身份 带来的焦虑 导致呢 开始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后祝大家课言顺利 拜拜